將在今個月 未舉行演唱會的胡鴻君 趁著萬聖節正日 以一身搶眼打扮 現身中環和尖沙咀街頭快線Busking 吸引大批歌迷和圖人圍觀 場面非常熱鬧 見到大家這麼熱情支持 Hubert當然是開心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是我人生第一次做這件事 Busking 然後為何想選擇 我本身也想著 當大家都穿得這樣的時候 我又這樣穿就好像不太覺得 不太極極立意 但沒想過那天街的氣氛很好 我們選擇的一些地方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Busking 在附近一起唱歌 所以令到本身人流了挺旺 我也很幸運找到這些地方 也要感謝我的歌迷 因為他們陪我東奔西走 整件事很愉快、很開心 要很感謝元老的市民、圍觀的朋友 他們都會呼喊 現場會加油 我們到時一起去搭唱 我覺得這些是很鼓勵性的 所以真的感謝他們 Hubert先快閃中環Busking 之後再坐杜倫去尖沙咀繼續唱歌 沿途也有不少歌迷跟著 還跟Hubert一起大合唱 現場氣氛簡直HIGH到像演唱會一樣 我們希望能聽到這首歌 我們一會兒覺得歌迷就要跟著 他好著名船 對他上海的歌迷 把歌迷的歌迷的歌迷 在歌迷的歌迷 不少歌迷的歌迷的歌迷 Busking有少少演唱會的預演 因為大家一起合唱你這首新歌 是呀 因為其實很感動 特別是Busking 當大家距離那麼近 我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其實整件事是很窩心的 所以真的很感謝他們 這首歌其實是我送給歌迷的一首歌 《借醒你的應援》 但是沒想過他們唱得更大聲比我 在Busking的時候 而且我也很想 借這個機會多謝 當時在尖沙咀那邊的時候 因為始終那裡人流很多 而且沒什麼位置可以讓我做這件事 有一群組的Busker讓了位置給我 是呀 我覺得是人間有愛 所以多謝你們 吳京吳角還有二十多天就到開演唱會的大日子 Hubert要忙著籌備歌唱 壓力一定不會少了 當中最令他緊張的應該是這件事 我不太明白為何大家對我 好像跳舞的期望很高 我也不知道我如何營造了錯覺 這件事給大家 但是沒辦法 既然大家對我期望這麼高 我也要交回一個 可以符合到 滿足到大家的一個表現出來 之前我聽過一些訪問 Rock Sir 是 他出來排舞 他就說 他覺得你很勤勵 早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疫情關係 我多了很多空語的時間 我就有找他上課 學一下跳舞 到今年其實我也有好幾首歌 我都需要跳舞 所以一直以來 Rock Sir在這兩年都看著我的成長 以及非常緩慢的進步 有沒有這樣 所以Rock Sir某程度上 都想藉著這次的演唱會 給我一個挑戰 真的都很想挑戰一下我的底線 以及看看 究竟這一兩年我學到的東西 有沒有成果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 今集中的演唱會 換成的 字幕提供